Trasports P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5月29号星期三 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 我是许贵雅 国会改革法案却活生生变前 国会扩权法案 蓝白说他们是要把阳光进国会 但是公民却觉得这个叫做两光进国会 藐视国会有罪 那藐视公民呢 那说到藐视公民 有人公然说谎 我们先举一个昨天诞生的活生生的例子 是国民党团总招傅坤奇 他昨天发言 他说自己是九年的五星县长 这个没错 但是呢 他说被民进党用刑法一百条法办 哎哟 奇怪 傅坤奇的案子也没有 古的事情 明明就是炒股案 还有这个假离婚相关的案子 怎么能够扯到刑法一百条呢 立法院场外 因为那个其实是有直播的 直接放出去了 有七万人的集会 大家真的都听不下去 还有如果说藐视国会 这个国会罪这么好的话 那花莲县议会不是也提案说 要藐视议会罪吗 花莲县长 傅坤奇的老婆徐真卫 他为什么不停呢 还有昨天诞生的这个 算是第二个 也是藐视人民的一个例子 是黄国昌昨天在深夜的时候 他发文他说 从来没有忘记对台湾民主改革的承诺 背弃运动 背弃改革的人 从来都不是我 过去反黑箱服貌的黄国昌 今天他跟国民党站在一起通过黑箱法案 难道这个不算是背弃吗 这样糊弄不算是藐视人民吗 对于扩权法案 行政院长佐龙泰他就讲了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法条的内容 是侵害到了人权 他们也将会提复议 律令立委也说 在立法院的部分也会提示线 而民意的海啸 罢免这个部分 进一步可能会席向是 政论节目常客叶元之 徐晓星今天也被问到相关问题 因为贴贴子的那个 荣登被罢免第一名徐晓星 那徐晓星今天就呛说 你罢免我一个 我就罢免你五个 徐晓星不怕 因为呢 他的选区是在蓝营的铁票舱 但是叶元之呢 你不用替你的好朋友来想想吗 好开始我们今天 更多讨论之前 先来介绍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 民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一川 大家好 欢迎知识媒体员钟年华 各位好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员苗波亚 各位好大家好 周首编来介绍民党立委赖瑞龙 各位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来 轻鸟行动参与的学生 是萧润佑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在念硕班嘛对不对 学生加油 民主爱克令 那再来我们欢迎的是 国民党前发言人肖敬妍 各位好大家好 稍后还有民进党发言人吴贞 还有时事便宜员柯玉安 都会加入讨论 来我们先来看的是 傅昆奇昨天因为法案通过之后 他们有一个发表感言的时间 那傅昆奇发表感言的时间 他已经提到说 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了 要弄一个在野党特征组 以及他本身路肩服刑 跟刑法100条有什么关系 我们一起来看 全国唯一的九年的五星县长 傅昆奇 被民进党用刑法100条 意图叛乱都已经取消了 用意图犯来办我 我不但没有违约交割 不但没有内线交易 用意图影响行情 把一个五星县长打入大牢 本来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 但是很难过的 看到杨文科 看到林芝妙 看到高宏恩 看到谢果良 甚至看到柯文哲 都会是持续的受害者 我们在这里再次的感谢 所有全国的乡亲 让傅昆奇站在这里 来救台湾 我们成立民间特产组 把所有的贪官务力 全部法办 让台湾重新眼光普照 属于全台湾2300万人 自由安定繁荣的新台湾 台湾加油 有偶尾君子黄国家 当然就会有声响 傅昆奇 傅昆奇 他说 他先前被关是民党 诶 傅昆奇 敢做就要敢当 他犯罪就要过劳 不是吗 如果炸你 傅昆奇的国籍的话 那是在关在军禀的 偷偷是民党长爱的 他就是分手 他不也辣 他简单出报 傅昆奇 就是来报仇的 就是这么简单 谢谢大家 肯尤总统鲁托一下车 美国总统拜登 我们立刻迎上前后 好 刚刚听到 王世坚委员讲说 傅昆奇就是来报仇的 他就说敢做就要敢当 犯罪就要坐牢 不是吗 因为傅昆奇他讲出的那些话 我们其实是非常刺惊 刚晃哥因为在play的时候 你就想到说 我们昨天live 场外的这些朋友 他同声都有一些国骂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些手势动作 真的会听不下去 川哥我请教 他说民党用刑法100条来办 因为他的那个炒股案 其实没有很久的时间 刑法100条比较久 那时候我小学 我小学 什么 那时候你才读小学 对 所以我来不及参与 那时候我已经在街头抗争了 不是喔 所以不是 你要讲一个东西 你要讲 大家可以糊弄得过去 他讲这个是太离谱了 刑法100条我解释一下 因为我当时也参加 在台大医学院的门口 有李政远教授领导的 行为那一拜条 就是说你意图 意图叛乱 然后意图分裂国土 意图就说 比方说你是台独思想 都叫做意图 台独思想 就是你在想台独 你如果比照那个 你现在自称你是金城武的 金太太也犯罪 对 因为意图 意图 意图就是 你那样没去做就叫做意图 那傅君祺 昨天站上那一个舞台 其实他很难得有机会 全国观众都在看他 照道理他当一个总招 应该要感谢什么 大家支持我们这些法案通过 没有 全部都在讲他自己 讲他自己 五星级的县长 说一大堆 你又要成立民间特征组 他要特征组的名字 因为我已经有国会特征组的节目 你能不能够 他说到不再说新台湾加油 电视有在看 这一个他的这个论述的 好像跟 跟这个昨天通过那个法没有关系 但是站在那个 所以大家说这个人怪怪 那既然怪怪 你刚刚有看到黄国昌 那个充实表 当然全天还有人出现 这个富王傅 而且我对这个富王傅 是有一个不满 我不知道作者是谁 因为这个里面全部都正面 有负面的 很少 你看 回南的王者是负面的吗 是正面 国会的主宰 立院的舵手 然后礼盒的收藏家 来自田园的从中者 国家预算的精算师 这一个武权宪法的改革者 高速铁路的信仰者 武权宪法的改革者 不一定是正面的 他是在挑战和孙文的人 不就讲是正面的 可是黄国昌 你去黄国昌的台北 都是在嘲讽 没有 道德的长城 政治的完人 自由的灯塔 民主的防波体 这都是正面的 正面的 对嘛 这个叫反串 反串文 我没有办法跟他对在一起 因为吴军齐其实 你没有看到我看到跟你都不一样 习近平的乖孙子 昆英的魔术室 昆仑山的一棵草 九层塔的守门人 关九层塔什么事 因为他家是九五自尊大楼 对 然后这个叫 失智列车的驾驶员 再生医疗的清除者 大陆党的导览员 地方新闻的管理者 如果把户王户 然后这个冲石表 跟那个韩国瑜那个 全部的名词放在里面 叫大家去挑说哪一个是 傅君旗 哪一个是韩国瑜 哪一个是黄国瘡 这个游戏 然后看大家几秒钟可以完成 往哪里看这个 设计一个游戏 大家一一 这种嘲讽 有些名字就会跟着 像黄国瘡 现在黄国瘡 后边就接伟君子 这个就非常的明确 好 那傅君旗 他到底说 他有什么去拿着的东西 他去拿着的东西 就像这样 像这样 然后他穿的衣服 跟现在穿的其实是一样 他很喜欢穿这种习近平的 的这一个外套 风格的 对 他很喜欢穿习近平 这种风格的这个外套 当时他也是因为炒股案 他从大学就玩股票 因为他大学的时候 其实跟我念的是 相近的科系 他是念这个交通管理的 运输管理的 那他那个时候就开始 涉入这个股票市场 当然叫做以前 他叫股市的小富 是这样来的 就是股票赚很多钱 所以他就涉及了 这个几个股票的这个炒股案 我这个诉讼残年非常久 到最后还是订宴要去执行 他就关在这个花莲的吉安监狱 但是他在花莲吉安监狱 也有另外一个特色 因为他没有被尺度公权 对 没有被尺度公权 其实他的立委资格没有消失 所以他的国会办公室 也还有助力 也有助理 然后他也在问证 他也在问证 他可以说面咨询 对 然后他就是一个立委 在这个监狱里头 一般在监狱服刑 还可以在执行立委的职务 那请问 他放下这个 先例 请问这个监狱的典域长 要不要听他 要啊 因为他可以咨询他的上司 法务部长 他说花莲进去家 我家两个月 这样你就了解了 就是这种很奇怪的 我怎么觉得很像电影里面 然后请你去喝咖啡 吃炸雞什么的 会有那种画面浮现 对 他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 他在花莲就搞这些事情 可能在西部也你知道 他所有可以用的 都有他夫妻的上片 譬如说 各位知道这个是什么 这小学生的联络簿 小学国中 每一个小朋友的联络簿 通通是他夫妻的照片 联络簿都不用买 如果像台北的联络簿 联络簿可能是一本买 我不知道多少 五十八十每一本 可是他这个就现政府印 家长当然说很好的 第二个 他把所有的大廟 大廟 大廟收金车 这是他的名字 这是要称 这是要称给他 创局 一关的 后面说要称给他 真的是创局 后来有其他现实感学吗 不可能 要把他列名称掉 那问题是说 他就 不然把他列名称掉 所以没人这样做 这也是创效 他这样搞 另外一个副作用 就是说在花蓮 賣金车都没有生理 对吧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然后他去卖这个 他这个米 送人家米也是夫妻的照片 对 他无所不在 农民力也是 农民力一边是 农民力的红色方面 另外一边是 也是他的相比 左边翻过来是 傅昆琪的事 右边翻过来是农民力 所以他发给人家的时候 发农民力 然后人家拿回去发现 另外一边是傅昆琪 所以他无所不在 所以他在花蓮 其实 为什么叫他花蓮王 因为他的总召任期 只有一年 所以他其实也在赶时间 因为你想这个黄国昌 黄国昌的任期是两年 就是他的立委任期是两年 那傅昆琪的总召任期是一年 那我告诉各位 因为傅昆琪也想要选党主席 所以他必须在这一个阶段 把这个他在立法院的这些人 全部按奶而合 那这些人这一次跟着他 打这一次的这个 修改这些法律条 当然引起一些资深立委 也真不错 因为资深立委也刚才说 你都没照顾来 你也没让人说 这人敢出去的出事 然后那个条文乱七八糟 前后矛盾 还忘了写新台币 其实怪怪的东西都有 那些资深立委 你想什么资深立委 柯志恩 这站到旁边看 这个人怎么怪怪 怎么会搞成这样子 所以傅昆琪的领导风格 有一点大家看不懂 但是他展现出来那种叫做 我把它称为叫做霸王 这是台语又很败的 然后他决定的事情就去做 买到用去买就行了 可是他的本质 他的本质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很正 所以那天在说的时候 台湾也吵了一个说 你怎么会脱稿演出 你是你是整个 站在那个神坛上面 就整个起床 然后忘记自己现在要上来讲什么 好 那我先请教阿苗 因为其实傅昆琪讲的不为真 我们刚刚已经戳破了一些事情 但是黄国昌也被翻出来 翻一个旧账是说 你在2021年的4月份 当时在骂说权贵犯罪果然不一样 他买什么人 他买傅昆琪 因为当时傅昆琪他入肩服刑 差不多半年了就移到外衣间 他就要提报假释出审就通过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 黄国昌道德的长城 政治的完人 动不掉你知道吗 马上就PO了一个文章 今天台读差很多 他说公共似乎不应该跟个人 过去的刑案记录混为一谈 每个人对自己过去的过错 好好面对 怎么这样匆匆之间 没减没吃 老黄最近吃得不错 狗粮吃满足 有摸头之后果然就完全不一样 我跟大家报告 黄国昌他其实没有双标 他的标准一致 他的标准就是 谁能够和我站在一起骂民进党 我就挺谁 就是这样 我跟他分析 他2021年的时候在骂傅昆琪 他说你看他2020年才入肩 2020年就外衣肩了 关了半年就外衣肩了 然后2021年4月就提报假释了 他在质疑说为什么他也可以外衣肩 又可以申诉的假释 大家都在看法务部缴证署 会不会给傅昆琪假释 大家都在看 黄国昌这一篇就是要骂民进党说 你看权贵犯罪 傅昆琪 你对他才好 这个又给他外衣肩 又给他假释 大家还记得黄国昌最痛恨外衣肩 他最痛恨假释 当然是罵法务部就是在罵这个 他到现在还在罵这个 法务部是上 当时民进党执政 所以他骂傅昆琪是有帮助到他骂民进党 可是为什么现在不再骂傅昆琪 因为黄国昌现在还是要骂民进党 所以不能骂傅昆琪 如果骂傅昆琪的话 就没有人站在跟他一起骂民进党 傅昆琪昨天晚上讲 可是他有说他合作的对象 不是跟傅昆琪合作 他说他合作的对象是国民党的总召 我跟你说 大家都没有看国昌老师 很多人都说苗博 你去看国昌老师直播 我跟你说 国昌老师直播我都看出来了 都有看 国昌老师直播的说啥 我跟大家报告 我这次我就是跟中国国民党合作 我就是跟中国国民党合作 我跟国民党合作 他就说得很清楚了嘛 跟国民党合作对不对 哈哈哈哈哈哈 就拿那根臭 哈哈哈哈 你也有在看 他听得很仔细 他看管长的都有看 其实他就已经讲了 他现在就是跟中国国民党你农我农 这很清楚 所以不是说我跟傅昆琪总召合作 我跟他说 国民党里面有什么 陈超明 陈超明是收割弊案 对 是不是一审被判有罪 请问黄国昌什么时候讲过 没有 陈超明你这个贪腐 以后国会调查权 绝对不让你碰一毛 任何不可能 不可能让你陈超明摸到一根毛 有讲吗 没有 以后陈超明可以怎样 朱祺调查 这个百货公司经营权 国后收割除外 以后立法院里面这些有案在身 或是曾经有贪腐前科的相关的立委 他都可以 黄国昌最痛恨贪腐 他有没有在他的最高机密版本 康乃娥法学博士所设计的 完善的国会改革法案里面 定一条说 曾经有炒股前科的立法委员 不得参与任何跟民间企业有关的调查 没有 以后复婚企可以怎样 以后他不用炒股了 以后这炒股了 拜托一下以后所有立法委员 你又起立要忽略 他没给你忽略要怎样 先调查 调查一下就好 对不对 你调查要怎样 你爱稍微 我会团你的当事长来 你当事长 也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你一定不想到国会里面来 对不对 不想要被立法委员骂 你要不要把我们支持一下 这个等于是开了立法委员 跟企业勒索的大门 结果我们现在听到什么 我们现在听到好多人说 不会啦 这极端案例啦 不会发生啦 极端案例啦 大家都不会啦 大家都注意 人民都在看啊 怎么可能 我就问贪污是不是极端案例 是啊 对 立法委员有没有发生 有啊 不是吗 民意都在看 所以立法委员每一个都好端正 113个全部的圣人 改称圣人院 你立了这个法律里面 你为这些行为不检 行为不端 贪污腐败的立法委员 开了后门的时候 你有没有设计防毒套 完全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黄国昌 他必须跟中国国民党合作 如果设计了这些条款 对不对 傅昆吉就没戏唱了嘛 你知道大家支持国会改革 我心中的国会改革是什么 第一我心中的国会改革是 我希望有炒股 伪造文书 使公务员登载不时假离婚的人 禁止参选立法委员 我希望国会改革怎么样 我希望会议出席率低 执行缺席的立委要扣钱 我希望国会改革怎么样 我们要修法 如果立法委员 在任期之内有罪确定 发肩执行进去官的时候 要上市立委资格 我希望国会改革怎么样 我希望国会改革里面 可以把被起诉 而且一审判决有罪的人 让他上市立委资格 有没有 结果这次立法改革 完全没有这些内容 完全没有这些内容 我希望国会调查权跟听证 没错要 可是滥用这些权利的立委 立刻要剥夺立委资格 我希望国会可以好好调查 可是如果一旦涉及泄密 把上面有写一个密的密件 贴在社群网站的立委 要受到惩罚 要上市立委资格 这就自己也没有 所以这一次 根本就不是国会改革 这只是国会自肥 自己给自己更大的一个权利 然后再把上方保健 拿在自己手上 完全无边无际 没有限制 这为什么 因为黄国昌 要跟中国国民党合作 所以他眼睛闭着 他不看 这不是傅坤奇 他只是傅总照 那个摸我头的人 不是炒股甲离婚的前科犯 摸我头的人是傅总照 他把他的眼睛闭着 然后骗自己 也骗他的支持者 我觉得政治人物 他骗自己 我那是他的事情 可是他骗他的支持者 他告诉他的支持者 说这国会改革 结果傅坤奇 你看他昨天 刚刚节目前面播的那个 他那个叫什么 他那个叫 一个贪腐前科犯的胜利宣言 他说他炒股都是民进党害的 民进党有叫他炒股 我没听过 他说刑罚100条 他是政治思想犯 一个炒股假离婚的前科犯 竟然在我们国会殿堂 大声说 告诉大家说 他是政治思想犯 我看了真的是感觉反胃 你知道吗 真的反胃 那谁给他这个舞台 黄国昌也给他这个舞台 原来傅坤奇不接触 是他傅坤奇的个人 他个人的申冤条例 未来傅坤奇 就是立法院里面的 政治法庭的法官 大家知道 现在他下一步喊出废监院 对不对 不是废考监 对 为什么不废考监 为什么不废考试院 因为考试院并入行政院 行政院权力会更大 他不要 废监院 监院并入立法院 大家知道 立法院就更大了 现在还有更严重 现在监察院可以弹劾法官检察官 并入立法院之后 变作立法院可以弹劾法官检察官 以后傅坤奇可以弹劾 起诉他的检察官 可以弹劾判他有罪法官 这个舞台谁帮他搭的 黄国昌 那请问十年前 我们一起奋斗到现在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人 怎么可能会接受 这样跟傅坤奇 你弄我弄的黄国昌 游客络绎不绝 全都是为了一堵帮忙宣示 这个蓝白昨天在法案 扩权法案过关之后 各自有各自的盘算 看起来好像国众版本 但是不一定是工心 我先请教晃哥是这样 因为在这个内容当中 你可以看到 柯文哲 他不是写了一个漏漏灯吗 这个通篇 我们今天板子印的比较特殊是因为 他的蓝就那年要坐 不然就要翻下夜了 拍一看对不对 所以这么多 前面一个是说 去年大选我是第一个跳出来说 我哪动酸中痛 我可以到立法院去国情报告 接受急问急答 他说这是国会改革的一环 不过他会这样说是因为 他算不掉对不对 因为算不掉 所以他敢讲得很大声 接着我们看 他说场外的人 说没有讨论没有民族 那真相是说 经历过司法法治委员会 又有三场公听会又什么的 这都该随过过来到 三场公听会有两场是民进党的 版本去做公听会 不要再骗了 骗这些小草都没有事 重点来了 通篇我看完 有民进党 没有找到国民党 你找不到 那再来看黄国昌 黄国昌昨天也po一个 驾他的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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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脉向正常国家 对历史负责 讲得好像多厉害 是怎么标过的时候 不敢记敏 对不对 那我们看 他很感激民众党的委员团结一心 以巴党摆 以巴党摆是什么意思 我这巴西非常的重要 都是靠我这边上 才好不容易 开疆僻土 也是这个意思 也主逃告别有讲到国民党吗 有讲到傅昆琪吗 也没有 然后再者是傅昆琪今天讲说 他们要成立在野党特征组 对不对 柯文哲说我反对 我都觉得他们整个 让我觉得很错乱 现在进入收割期 所以大家抢着要割到尾 因为国会改革这个桂冠 太吸引人 虽然我们知道 这个桂冠底下是丑陋的 然后藏的是一个丑陋的脸孔 是一只宪政怪兽 带着一顶看起来很漂亮的桂冠 但大家现在抢这顶桂冠 所以你看 柯文哲黄国昌不约而同 完全不提国民党 以巴党摆 你们根本就是以多欺少 怎么是以巴党摆 你们就是联合国民党以多欺少 刚刚淼陋讲吗 黄沙直播讲 这次就是要跟国民党合作 不就这样子吗 所以现在我跟你讲 他们想说三读过后 就准备又要包牌了 又要把这个桂冠要抢 你看都是我民众党 我在做国会改革 我先跟大家厘清一个观念 国会改革没有人反对 我们在这边讨论 我们不是反对国会改革 我们都支持国会改革 但是这个国会改革 第一个程序上 他要经过完整的讨论 第二个 他的改革方向是什么 我很赞同刚刚淼讲的 我之前我也不断的想 为什么国会改革 没有改革立法委员自己 我们有立法院职权行为法 行使法 就是这三读通过 可是我们对于立法委员 规范叫什么 立法委员行为法 很抱歉 立法委员行为法 没有罚则 也就是说 吴珍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你如果做错了 会怎么样 其实也不会怎么样 这个叫什么国会改革 你这是如果蓝白 把立法委员行为法 也放进来 加入罚则 我都觉得 我们还可以来讨论 结果你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就是在扩权 然后完全没有针对 立委自己的自我约束 有多大的权力 他必须负多大责任 结果我们现在看到 通过这个版本是 立法院有非常大的权力 赋予立法委员无限大的权力 他可以超越监察权 你注意到 昨天为什么监察院 第一时间跳出来发新闻稿 我看了监察院新闻稿 回头仔细看三途条文才发现 原来他里面有弹劾跟纠正 他不是想移送监察院 他是直接 直接抢你饭碗 把你的权限拿走了 把监察院的饭碗抢过来 所以监察院当然跳脚 对不对 好 再来 你有没有侵犯到司法权 有啊 侦办中的刑事案件 你要付本要给我啊 那太容易了嘛 对不对 徐晓星以后就查一下 成立一个调查小组 他不用到委员会 他只要在国防外交委员会 成立一个调查小组 然后把国防部长找来 你说我怎么泄密 把外交部长找来 你说我怎么泄密 更可怕的画面是 有一天徐晓星在咨询的时候 咨询国防部长 部长 那个孤立雄部长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台湾最近共军常演习 飞机常常飞到我们附近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那防空飞弹 那个部署的情况 那顾立雄已经刚刚讲说 报告委员只是机密 试色国家安全 时间暂停 请主席才是 主席叫马文君嘛 对不对 请主席才是 部长需不需要回答 我可以言马文君 马文君说 这个没有办法拒绝回答 应该要回答 如实回答 把资料都交出来 但是我相信顾立雄部长 是一个非常有风骨的 他说对不起我拒绝回答 好 藐视国会关一年 以后立法院 你不要 我们不是在演荒谬短剧 这是未来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你说好 你要帮他辩护 他不会干这种事 如果他们连昨天 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 你能保证他不会干这种事吗 极端的事情 他们就会干 所以我觉得 今天民众党也好 民众党我知道 他们在打什么如意算盘 其实我跟你讲 连续三场 累计十几万人次 你觉得只要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会不害怕 他会没有压力吗 他一定害怕 他一定有压力 要不然为什么黄国昌 短短几步路要去坐车 要三个警察保护他 你问赖瑞荣 需不需要警察保护他 不要 不需要嘛 对不对 他害怕嘛 他既然害怕 他现在只好给自己壮胆 那把那个 看起来形象很差的国民党 赶快把它丢掉 赶快把它丢掉 尤其是傅昆琪昨天发表那个 其实傅昆琪昨天发表那个言论 其实我是非常欣慰 看到他讲那番话 欣慰 你用欣慰来形容 因为他透露出他内心潜意识 他昨天虽然通篇没有讲仇恨 但是事实上 他昨天那一通篇 就告诉我们 他为什么要用强行碾压方式 因为恨 因为他恨 傅昆琪昨天那个讲话 我如果换一个脾口 大家就很容易理解 今天我是一个流氓 要出来增地盘 你们白人就是比你较多 我兄弟比你较多 我刑事比你较多 不然你是要怎么 就是这种态度 昨天傅昆琪不就是这种态度吗 我接下来成立在野特征组 趁着这个视线的空窗期 傅昆琪还知道视线空窗期 那代表他心里知道 这个可能违宪 所以趁着大法官还没解释 我快来走 能偷渡赶快先偷渡 我先做赶快先做 你就是流氓在呛吓而已 没什么了不起的 立法院是一个文斗讲道的地方 不是让你呛吓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傅昆琪昨天那个表现 当然对整个国民党形象是扣分的 那民众党每个都 鼻子都很好 都好皮筛 逢向不对 切割割割割 这都我民众党的功劳 桂冠抢过来我带 傅昆琪你只能戴草帽 你没有资格戴桂冠 他们柯文哲跟黄国昌 昨天就是这种态度 那至于柯文哲为什么反对 在野特征组 这一点柯文哲倒是一致的 因为他在 选前他就反对恢复特征组 后来傅昆琪提在野特征组 他也反对 但是柯文哲 其实在野特征组 我觉得傅昆琪昨天只是讲讲气话 他也搞不起来了 但是柯文哲 黄国昌讲要废监察院 你有没有表态 黄国昌现在不只 充施表要加一句 那个四不像宪法的创办人 发明者 因为我们知道 宪政体制有三权宪法 五权宪法只有台湾有 现在要独创一个四权宪法 就废掉监察院保留考试院 这个叫我称他为四不像宪法 那柯文哲你有没有表态 还有傅昆琪昨天不小心说溜嘴 说三权宪法才是世界潮流 我们要把监察院废掉 今天马上被国民党打脸 对 马上被张亚萍打脸 说你去跟国民党中朝会先报告 傅昆琪你不敢报告了 国民党也不敢动五权宪法 我在这边我就敢讲 国民党绝对不敢动五权宪法 所以废监察院假议题 柯文哲也了解黄国昌 这个是假议题 你推不动 因为光是蓝白两党合力 还不够构成修宪的门槛 还要民进党要同意 才会过四分之三 那民进党很简单 三权宪法是民进党一贯的主张 考监两院一起废掉 然后三权宪法配套 比如说总统要不要主动解散国会权 总统对立法院三权通过法律 可不可以有否决权 这些都是可以配套讨论的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蓝白两党修宪就是 先做一層世宗 没下输 这来改 穿的新枯再改 有人这样做什么吗 张亚萍他是国民党的前副秘书长 他是讲说先来党代表大会来讲讲 不是中常会 不过他说你要废无权宪法 先到党代表大会来出力 今天李彦秀有被问到相关的问题 李彦秀有党职 对 他是发言人 对 他说什么 他说那个五权分立 向来都是我们国民党的主张 五权分立 对吧 那好来我们今天难得请到这个学生代表 那这个任佑 任佑那我请教 因为昨天你也没有在场外 我昨天负责主持 你昨天负责主持 对 党会主持 难怪吵醒阿伦 有一点 在现场你有没有听到傅昆奇的发言 有 那你听完之后有什么感想 其实那时候我们是 因为我们在后台 然后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说 大概已经在三读这样 所以我们就请赖中奖律师先上去发言 那在发言的时候傅昆奇就开始发表感言 所以我们是 后台先知道 先出了组制稿之后再说 哇 太离谱了 这已经要放给 放给现场群众看 那我们放完之后 现场群众开始喊傅昆奇下台 傅昆奇下台就是 那个愤怒大概是可以很明显感受到是 主持人其实压不下来的情绪 就是会不断下台这样 那其实就我自己的想法来说就是 我反而认为说 昨天傅昆奇发表这个感言 是在最后面终于 就是傅昆奇不演了 这是傅昆奇的犯罪宣言 就是说 他昨天又点了 他昨天又点名了四个人 他说谢国良 林芝妙高宏安 你少露一个人 杨文科没讲到 他讲五个 他讲五个对 除了傅昆奇的已经定业以外 还有四个人的案子 应该是还在审理中 那这不就是 这不就是傅昆奇已经 摆明了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就是要介入 这个调查中的案子 我就是要介入这个 这个侦查程序来进行的案子 那这个跟他们一开始讲 他们讲说他们要的是国会改革 他们在后面讲说 要让阳光照经历法院 这个诉求不就是完全矛盾的吗 因为你刚刚讲到那几个人 杨文科跟林芝妙 杨文科的案子 因为还在办 细节比较没有多露出 可是林芝妙 我们已经谈过一轮 他那个 到法院了 一审 现在在一审 而且他那个核发农地 农用那个证明的荒唐 我们有讨论过 而且还有一些特殊洗钱 甚至他手机不是用一般的SIM卡 对吧 这都已经讨论过了 那高宏安根本不用讲 涉贪助理费的那个细节 我们讲了非常多 谢国良他是民党逼他去那个的吗 去人家门锁弄掉的吗 他设是强盗罪 再讲柯文哲 柯文哲是谁告发的 是国民党 都国民党 柯文哲是国民党告发的 游淑惠有没有 钟小平有没有 我更正一件事 柯文哲的精华诚案是因为今年初监察院 有个调查报告出来说 这里面是有缺失纠正的 所以现在他们要废了监察院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一个很赤裸裸的 包括傅昆琦在那边为他自己申冤 通通都是政治报复 我补充一下 刚刚连晃讲那个 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们在里面 有的发言时间我就在里面讲 我们只有三分钟 因为都被没收 那我讲的时候我就上面讲 改革 大家都要改革 但是改革改什么 我就第一个提到 改革应该先改自己 对啊 再去改 你不要先改人民改官员 你应该先改自己 所以我提出来的法案就是 我们要利益回避 我们甚至要附中的时候一些机密 像马文君这些案件 或者像徐晓鑫这些 卸作外机密的案件 你应该要有一个自我的约束 比如说去附中 你要内部做个报备 然后回来做报告 结果这个被国民党直接在 委员会里面封杀五次 包括国民民党提出来的一些改革法案 就是相对于是比较合理的 能够去做一些补充调查权 在这个大法官的 适制里面可以去做补充的 结果也是全部被丢包在委员会里面 完全不进到 所以说为什么人民会这么愤怒 就是说这整件事情 我看到的是国民党民党很大的仇恨 就很大的仇恨 就是说从左言赴坤旗 我们全程一天大概18个小时在里面 可以看到里面所有的现况 不关其就是永远都坐在后面 要不然就在睡觉 要不然就在盖着耳机 要听自己的音乐等等 然后偶尔如果人家骂到他说 因为什么一直都在睡 屈小新也在睡 陈永康也在睡 林德福也在睡 所以大家都要骂什么薪水小偷 你看民党是很认真在那边 一直在要争取到发言权 然后一直在喊 我发到没声 我们一天一直这样整天 我带头在喊 所以我们是这样在努力的时候 就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处理 不然你在看他上台去讲那些话的时候 他在不断在洗白这些事情 大家都讲到了 这些事情哪关刑法有什么关系 全部都是你自己内线交易的部分 全部都是这些问题 要不然就是你的假离婚伪造 伪造文書在产生的 所以这个跟有什么关系 跟刑法有什么关系 更何况这个司法其实是民党的操弄 就把这个仇恨 想要再转回到民党身上来 所以我觉得傅昆奇一方面 你看到他就在对中国表态 表忠 所以为什么他在地震之后 能赶到中国去 回来之后赶着要过 他有没有功劳 我跟你讲 这样乱搞一通 最少最少北京当面会肯定他 你把台湾搞得乱七八糟的 台湾的民主乱七八糟的 北京绝对给你肯定的 所以不论你怎么搞 有后来有没有得到这些成果 至少北京是给你肯定 黄国昌一样是仇恨 仇恨民进党 但是我觉得最夸张 不能理解的是 你的一路以来 站在你旁边的 不管是范云等等所有人 每个帮助过你的人就现在都是变成被你骂的人 而当时你骂得要命 你傅文旗怎么骂他的 你当时的时候他在最痛恨外衣间 最痛恨什么这个假释 最痛恨这种内线交易的 结果你就要跟他 他摸你的头你还开心的要命 这什么 当个立委了 人家随便摸你头 每个随便摸我的头我也不高兴 那是不尊重的 我其实因为后来苦林大哥跟我讲说不是摸头 我又看了那个画面一次 我发现那个跟摸头的定义不太一样 吴珍 因为吴珍比较小 我可欺负他一下 他就这样 然后咬下去一下 是头有这样一下 巴蕊吗 巴蕊 他那个 这样子一个感觉 他那个态度会说你是我的小孩 你是我的小孩的意思 就是我把你收服了 那我认为黄国昌 你对所有人恰恰恰 范云是帮过你对不对 不管是选学生会长后来 然后你对他用什么态度 当时范云只是去跟他争执说 我的案子你为什么要打 然后他这样就说 这个我欠你 喊很大声 满天飞 就是说我觉得那个是完全 人格完全是整个变的 包括你跟你支持过年 甚至当年你想 你如果从太阳花雪晕之后 到步入到当立委 一路以来帮助过你的人是哪些人 就现在你怎么骂的是哪些人 而当时在骂你的人是哪些人 就像你全部站在他那一边 黄国昌说我从来没有忘记 民主改革的承诺 我没有背弃过运动 我没有背弃过改革 那都不是我 他说都不是他 那个川哥 是这样的 当然他们要自己自我表述 我们也没办法限制他说他要发什么言 要写什么文章 不可能 他说他没有背弃对不对 那我就看到这个林志群律师 很厉害 这个很珍贵 这个是那个当时要竞选 学生会会长 黄国昌大二竞选学生会会长 没有外名吧 我不知道有你的名字 他没说你应该是没有吧 你有你 我没有 你把我替你走算 我好教授 这人格上的误点 好教授 他说其实除了学生会会长要竞选的人 你要写你的资历之外还有证件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助选员 我以前的规矩好特别 助选人都要上去 以前公职人选举助选员也要登记 真的吗 对 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在学校里面 都算是意见领袖 助选的话 有那个帮助 所以我们看助选员有三个名字 被他点出来 一个是赖宗强律师 现在金明莲的理事长 现在法党主要扮这个多长的 就一本人 但其他周边还有各个不同的社团 第二个我们比较不认识的 叫苏彦徒 有一个大法官的小孩 他这次也有联徒 王国昌的同学 他这次有联徒 中研院的研究员 他反对这一次炒帅立法 那显然他应该也是在法界有遗袭之地 那再来 我想说他说对范云骂说 我有欠你 就拍他对不对 他欠范云很多恩情 范云是他学姐之外 然后他在选学生会会长也都帮过他 大家过去是应该是做会打拼的 做会打拼的人一一的觉得说你真的是 那是我不知道用什么羞耻 丁克星太超过了吧 他说他没有背弃 对就是当时在台大 这些人都叫做改革派 从范云开始 范云之后有经历过议会之后 就是赖宗抢当学生会长 范云当学生会长 下来就是赖宗抢 然后赖宗抢 我感觉你的记者真的也是厉害 对 第二个学生会会长是范云 第四个学生会会长是赖宗抢 中间隔了一个 赖宗抢之后 中间又隔一隔才是黄国昌 才是黄国昌 那他们就是台大学生会长的 学长 学姐 学弟的关系 那在台大这一种改革派社团都是 就是提名了这个以后 所有改革派社团全部都挺这一个 那另外一边就是国民党的知识 青年党部像林逸华 林逸华就是另外一边的 所以当时在台大其实蛮重视辈分 就是学长 学姐的关系 因为他们有大陆社 大润社跟大新社 像郑立文也是其中这个罗文家 他们都在这些社团里头 所以这一些学长姐看到黄国昌现在这个样子 他们当然很失望 就说这个学弟还是我们培养起来 他要出社会 你如果这样不大不小 照道理来说出了社会以后 知道这个学长 学姐比我更大 你如果说同一间不同的科系 你可能不认识 那遇到你还是要学长 学姐 可是明明都当台大学生会长 所以这样子就会让这些人可能都流失望 他一天这个说范云的时候 范云是他的学姐的学姐 他用这种态度让人家觉得黄国昌这个人的人格特质 可能有问题 那第二就是告诉我他说他没有背弃民主 没有背弃改革 没有背弃团队 我的意思是说我一直都很好 他的意思是变的是别人 我都没有背弃 背的都是你 那你是你们这些人价值走偏了 而我还是在这一条改革的路上 他对自己的催眠是这样 可是你如果从大的格局来看的话 其实走偏的其实是黄国昌 那刚刚就像晃哥讲的 黄国昌永远是走去跟民进党走在对面 可是黄国昌在台大的这个成长的历程 跟民进党关系很大 因为那时候民进党不会用出来 但是当然政党不能进入校园 可是政党的这一个后来的学长学姐 其实他们后来都是像李文中 这个李文中他们这一群学长学姐 培养出来了 在支持他们选学生会长 在台大推动学生自治 所以这一些有意思脉络的人 现在看起来就会觉得黄国昌 你这个人很要紧 我礼拜天礼拜六去参加台大 就是说毕业30周年 我一一匹就对了 不管不管外国外 都来跟我说你黄国昌就把我选择 然后跟黄国昌当时 就我们同一批 然后黄国昌是学生会长 我们是学生代表 当时有几位就跑来找我 他说学长对不起 当时我们都是黄国昌的彻翼 当时我们都很讨厌你 因为全校里头就只有你在骂黄国昌 改革派社团只有你骂黄国昌 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你很奇怪 现在发现你才是先知 然后他们说当时我们为什么会跟黄国昌 我们也不知道 就年少无知的那种概念 黄国昌昨天有揭示 被迷惑了被误导 他们这种心情更糟糕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在学生时代是这么挺黄国昌 然后现在变成说黄国昌跟当时在台大念 当学生会长的黄国昌 那个价值里面已经完全不一样 那个失望才会大 就是我们一般如果看这个政治人物 你只用看的那还好 你还在旁边曾经帮他辩护过 帮他挡架过 结果他现在这一种 这一种惊不住了 惊不住的这些 会让当时的好朋友是更失望的 靖言你国民党的 我相信国民党承受到的 各方面的一些压力 民意上的反弹 你会略略的感受 因为你不是东苏林 但是你应该可以略略的感受 我先补充一下 事实胜于雄辩这个粉砖 他就有去听黄国昌跟徐晓星 在直播的时候讲了什么内容 然后黄国昌就说 你元气好好 因为徐晓星已经睡饱了 醒过来了 醒过来之后说 因为我刚刚在后面睡觉 今天的法案真的太无聊了 每一条都是 我就想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 因为每一条都是垃圾法案 还要一直表决 一直表决 一直表决 我本来跟我们制作单位说 我其实有点怀疑 这个粉砖这样子的 逐字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去听 就他讲的 就真的他讲的 徐晓星讲说 这每一条都是垃圾法案 然后再来 这个有被捕捉到一个镜头 是黄杰 哥雄来 他注意到是柯志恩 奇怪 他怎么都密在一个红阳阳阳的地方 拍不到的地方偷偷举手 是不是想要躲避 因为高雄的大家都觉得说 绿营自治者比较深厚 他也想选高雄市长 你是不是会反而说 你的宣明看到了 是我们柯志恩扩权法案 你敢贏手 是不是有这种躲避的意味 所以我请教你 你有感受到什么东西吗 以及我觉得民众党就是过河猜桥 刚刚晃哥讲的是很好听 叫桂冠 桂冠我带来 其他的丢给你 什么地雷垃圾都丢给你 先讲一下这个 巧欣说的 他在讲的这个时间点 应该是早上 因为还有部分的这些恶毒条文 要把他这个讨论 程序要过关就对了 程序要过 那那个恶毒剩下的条文 正好都是民进党团提案的 所以我认为他可能是在指这件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身为一个立法委员 谁会知道这些事情 而且你身为一个立委 在立法院里面 审相关的法案 你讲成是垃圾法案 更不用讲说 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是说 整个国会改革法案 然后你这样子讲 我觉得确实这个 不是很适当 所以说你说直播 这个直播第一 让我们看到这个黄国昌 丑陋的面孔 然后这个可怕的 这个奸笑声 然后另外呢 可能也会看到一些这个 让人比较这个 吃之以鼻的一些言论 这是一个 那另外当然是说 这件事情 就是说整个国会改革法案 通过之后 当然有一些所谓的 声然支持者 他们是很兴奋的 就觉得说 无论是他们是真的觉得说 过去想要查八年的一些弊案 等等这些 然后或者是说 过去民进党 有一些官员会反咨询 甚至反呛这些立委 等等这些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有一些声然的 就是愚昧的觉得说 那这个八年 我们被闷了八年 然后甚至被 多数霸凌了八年 就是跟傅宽奇一样 是被仇恨整个 包覆在那个世界里面的 就觉得说 那我们是出一口气 我现在要报仇就对了 对那我觉得这样子 其实对于一个 政党发展不是很好 今天即便是民进党说 同样的事情 我觉得也是一样的情况 就是这个蓝跟绿 里面都有所谓的 这个声然跟声率 可是这个如果是 无脑的这个声然跟声率 其实都会害到 这个自己的政党本身 我想这个应该 大部分的人应该是会 同意这件事情 但是我请教 因为美调电子报 他做的民调 也是有国民党的嘛 那么国民党不是 也是呈现那个 下滑的趋势吗 没错 这个从美地导电子报 这份民调 就可以看出一个情况 就是说 好感度的部分 跟这个反感 好感度我们下降 民众党也是 反感度我们提升 民众党也是 但是大家如果去看反感度的话 整体的反感度 我们比民众党还要高 对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对 我数字 因为数字大家背不起来 再给大家看一次 国民党的反感度57.3 民众党的反感度是53.7 这数字是一个清晤密码 是不是 对 我觉得第一个 因为可能会有人讲 美地导是绿的还是什么 拜托 美地导哈啰 千万不要再讲这个 因为美地导 我们知道在总统大选前 他一直都有在滚动 做滚动式 即便封关最后10天也都有做 最后呈现出来的数字 大家又把它回头比 其实是准的 这个时候不要再讲说 是什么蓝或绿的民调 那美地导的数字呈现这样 代表一个危机 为什么我这样讲 民众党 讨厌民众党 讨厌柯文哲 讨厌红口昌 应该是这个蓝绿共识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这个样子 但是问题是国民党的反感度 在这个时候比民众党还要高 代表什么 代表我认为连部分浅蓝的 这些选民也都觉得说 最近看到有一些 无论是某一些立委 个人的一些表现 言行举止 这些是过程 让大家觉得说 其实也有点反感 没有那么支持 所以我们在反感度的部分 才会比民众党高 那这个是我们的危机 然后就像 包含我们刚才讲说什么 那个什么前副秘书长 主法会主委张亚平 这个家伙一天到晚 就只会抱着党纲跟党章 来这个 还有宪党来 你都直接想说这个家伙 对对对 他一天到晚就这样 他发那篇文发了18个小时 我刚才去看 还是只有19个人按赞 我是看是蛮少 但是因为李彦秀今天有出来讲 那他讲你觉得是被放大了 某些词汇吗 我觉得我就要讲一下 就分两个层面 当然我们希望不要语言费言 但是张亚平2020年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说要检讨 我们败选 说要检讨九个共识 甚至是反对被同意这件事情 他发文说要我检讨 青年部拉了多少票 然后这次2024 我发文说 这个朱立伦要为下台败选负责 然后他发文说 一样发文说 要我检讨青年部拉了多少票 拜托我都已经卸任四年 青年部主任都换两个了 他还是点名你 这种人就是有点 我觉得有点搞不清的状况 就为了勤勒而勤勒 他是不是上次 屏东县长选举抹黑派的话 被判刑就是他 所以他可能一直过不去 但我尽量不要 我尽量不要以人费言 为什么我要特别讲 他就是说 确实有一些人会抱着说 那我们宪法应该要去 回归宪法 或者说宪法要去做调整 因为考尖两院这件事情 过去是民进党的主张 那这次国会改革 反正大家会去炒成这个样子 我认为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说 我们经历七次修宪之后 我们把这个 这个五权宪法 其实变得有点 有点模糊有点弱化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我认为 如果大家在内容讨论 应该回归去讨论说 我们是不是要去把宪法 这些再做检讨 再做修正 那现在只做半套的 这个国会改革法案 看起来我认为 后面可能大法官 还要再去多加解释 法条的细节 我们等一下还可以进一步的讨论 那今天我们这个任佑 同学 塑珊对不对 你是念什么相关的 台南政治所 政治所 好 那我觉得现场气氛 因为你说你是那个 主场的主持人嘛 对不对 因为现场真的你到处找 你那个比例上面非常高 就是都是跟黄国昌有关的 对 我相信你也有现场的观察 那我今天拿的这张是 十年之前竹条审查 这是要唱歌是不是 十年之前 竹条审查 十年之 我会唱 你这么歪掉了 好 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副歌词 到底是不是个melody 总之 十年之前你是要逐条审查的人 十年之后你变成最高机密 他说他没有背叛运动 没有背叛什么 但是 所有人看来 只要是你参加过太阳花运动的 你是改革派的眼中 黄国昌就是背弃了自己 背弃了改革的精神 那昨天黄国昌他发那篇文他应该 他前面有说这场运动变成是 讨伐黄国昌运动 对 所以他前几天先把这场运动抹绿 然后现在又说这场运动是在讨伐黄国昌 其实他其实就是想要吸引这个 就是仇恨民进党或仇恨绿营的这种 他想要当蓝营的共主 那所以从政治上面来讲 就是傅昆吉要小心了 要讨伐都讨伐我就好了 不要讨伐别人 也是垫高自己 对 再来就是他写这篇文说 这场是讨伐黄国昌运动 但是我们如果去看 这场运动的五个诉求 第一个是 国会改革不能破坏权力分立 第二个是要退回国会三法 第三个是拒绝利润变人大 第四个是 停止滥用金富二毒 第五个是 全滥保留等于没成 五点诉求里面 没有出现黄国昌三个大支 为什么会变成 讨伐黄国昌运动 但是黄国昌就是在往自己的脸上贴巾 对 他已经说他没有背弃运动 可是 因为现场群众和黄国昌的立场是不同的 一定有一方是背弃运动 那总不可能说 所有人都背弃黄国昌 这太荒谬了吧 比方黄国昌一个人是 还在坚守运动价值 这已经太荒谬了吧 当初 我们在谈的反黑箱 等等这样子 黄国昌现在跟那群 坚守黑箱的人站在一起 去跟一个法治观念薄弱的傅昌奇站在一起 去跟一个金融犯罪的傅昌奇站在一起 然后再说 他要支持改革 要全部人吞下一个糖衣的毒药 这如果不是背弃社会运动 那什么才叫做背弃社会运动 我让我请教 因为后续 我看到是赖宗强律师 他有提到说 有好几点的诉求 除了行政院的 然后立委可以去釋线等等的 他讲到一个部分是说 你们要跟新北市民对话 这个跟这个有没有连结 票选最想要罢免的国民党立委 那不是同这件事 像我们自己就是新北市青年公共事务协会 在跟地方的年轻人 甚至到一些比较三四十岁的这些朋友 在聊天的时候 其实大家 真的是很想要罢免这些立委 但是因为依照选拔法来说 现在就是 那新北市有没有标的物 新北市现在的 群众的标的物不是主办法的标的物 群众当天在台上喊最大声的 肯定就是叶元芝 所以叶元芝自己要披风景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是 会持续到这种地方 去办理这些座谈 那包含说国会的这个 审议程序的基本认识 跟这个法案上面的争议 以及未来还会有什么样 相关的法案 当初国民党怎么在地方做组织的 我们就会用一样的组织方式 去告诉他们的选民说 现在你们选出来立委 到底在国会搞什么鬼这样 那讲到民意的海啸 现在有可能的一步 除了说行政机关可以有所作为之外 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已经有人开始在商量 比方昨天在这个场外的摊位 秘密麻麻的贴 然后你看有的纸都已经往下延伸到这边去了 我想说奇怪了 我怎么找不到许巧新 他在哪里 大家说一下 许巧新在哪里 应该是 因为看不到人那边 他连你眼上都被贴满了吧 名字 找不到 连脸都被贴满 我真的找不到 许巧新在这里 他已经 你看这边有一张纸又折起来 这边又一张纸 然后另外一个 也是秘密麻麻 有脸太找不到人的 那名字还在 名字还在 叶元芝 叶元芝也是被贴到 然后昨天 因为我看李正浩在圈上 第一个月 对原来他那个纸在飘 他不是说一夜没几个人 不是都贴在他脸上 那是我发现的 厉害厉害 眼睛很尖 原来是掀起来 已经贴满了之后 上面又再贴一张 可是 我看到有一些民间社团 他们在讲说要罢的对象 除了我看到金明连 他们其实讲的是说要去新北市走动 新北市最明显的标的乎是谁 就叶元芝 对嘛 那另外呢 中六台中第六选区说他们要敲罗 敲什么罗 罗廷伟 那那个叶元芝 徐晓鑫 徐晓鑫今天呢就被这个记者就问 那请问一下 现在罢免的声音 你看 委员你已经被贴到密密麻麻 你是第一名 徐晓鑫的回答是什么 你罢免我一个 我就罢免你五个 你罢免我五个 我就罢免你十个 他数学不太好 如果是倍数乘上去 你应该是说你罢免我五个 我罢免你二十五个 对不对 很呛 然后说我刚搞头才会讲 不然你现在叶元芝比较差 你那区你问嘛 叶元芝那区差两千两百多票 他现在继续这样子 把这个事情闹大的话 倒霉的是别人 对这个其实这个罢免有 我们如果用四个象限来看 有一种叫做仇恨值很高 很容易罢免 在第一象限 像岳元芝就落在这个象限 仇恨值很高很容易罢免 那徐晓鑫是仇恨值很高 可是不容易罢免 那就在第四象限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 国民党的这个立委 六十几个摆一摆 五十几个摆一摆 就大概知道 每一个落在什么象 但问题是想要罢免的人 他不会管容易的程度 想要罢免的 我没有给你罢免 我也要给你落下 我没有给你 没有材料给你罢免 我也要给你落下 我管你容易不容易 风水轮流转 你当时能够得那么多票 不代表你接下来罢免的时候 会没有那么多票 上次韩国瑜不是也一样吗 韩国瑜上次赢陈其麦的时候 你觉得韩国瑜容易罢免吗 不容易啊 而且你要叫现任的市长 把他罢免掉 这很难 结果后来出来投罢免票 比陈其麦当选的还多 当时韩国瑜89万当选 后来被罢免94万 快要94万 所以罢免的那种动机 因为他很负面 要罢免人 这件事情 这个很负面 很负面就是看仇恨值 所以基本上跟容不容易 没有关系 所以月圆芝如果不想要被罢免 就要降低自己的仇恨值 不要去想说 其实月圆芝他赢的那个票 他赢的那个票 其实只要大概有一千票 原来投他的 转向投给另外一个人 月圆芝就输了 因为他大概只赢一千多票 不到两千票 那把他除以二的话 就是一千票就翻转了 像桃园那个图权局 桃园那个图权局 只要600票 因为他只赢一千三 你只要有600票到700票的人 说服他 你上次投给图权局的 现在到时候要选举的时候 选另外一个图权局就落选 所以那个数字 查尔要除以二 才是真正最后输赢的 那一个关键 只要说服那一些人 基本上大概就够了 那你说 我举图权局当例子 图权局很容易 可是图权局的仇恨值不高 低 因为图权局知名度不高 他没有在 你这几天的完结率 有块的图权局吗 我拿五张照片给你选 你还不知道哪一个是图权局 因为全国的仇恨值不高 所以在地方就很难说 看得到那个 想要把他罢免 我今天在忠孝东路 预告的一个太太 她跟我说 好 仁德看到你 我跟你说 你如果要罢免许巧欣吗 然后我就笑就笑 他说你俩要罢免 我待会在你这桌上而已 你俩要罢免 我来做志工 这样 好 但是他跟我讲完之后 他就左右看一看就跑了 就是他有这个热情 但是他也不想让人家知道 但是累积在民间的这种声量 跟容不容义没有关系 所以许巧欣 你再继续笑 到时候那种隐藏在民间的力量 那种力量出来 跟罢免你容不容义是两件事 要罢免的那个 是属于仇恨值的概念 不是容易不容易的概念 吴珍我请教 像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其实是很rough的一个统计 所以大家知道说 仇恨值最高是贴刀的 看不到人的 什么人 这是许巧欣吧 对 许巧欣 然后叶元芝是他的整个脸 都快要不见了 名字还在 那叶元芝的部分 他今天下午有跟3Q同台 那3Q就说 你知道你之前说我什么吗 你说我为什么会被罢免 就是因为我嘴巴比较秋天 对 叶元芝讲过 对 然后那现在叶元芝 其实也是大概是那个状态 就是说有一种很快的 回力标的记事感 马上就来了 对 这个其实现在 这是一个警讯了 因为现在国民党和民众党 激起人民很大的愤怒 所以这也是我之前上节目一直在讲的 因为包含 我不知道国民党现在立委用什么样的心态 看从517 5月21 5月24 到5月28这几场运动 所有来到立法院周边的人 5月24号我们都知道说场外聚集超过10万人 但事实上昨天5月28号 场外也很多人 这个主办单位是有宣称场外超过7万人 大家要想你要把这么多人抠上街头 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记得我们 刚刚大家都在讲10年前 我们当年参与社会运动走街头的时候 大概从2012年开始很多 包含反民党断运动 大普的张药房的运动 然后等等 然后到了太阳花 那个时候是马英九已经 到迈入第二任 然后做了快要满八年 他的这个民怨不断累积 不断累积 不断累积 然后才在最后 我们看到社运频繁的上街头 在马英九第一任的时候 其实你看不到这样状况 那在蔡英文总统的这两任里面 其实你撇开选举时候动员场 以社会运动来讲 也没有到这么大的规模 那现在国民党和民众党 是达成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是史上最快惹怒全台湾的国会 新国会2月1号上任 到现在也不过是5月多 三个多月的时间 黄国昌跟傅昆奇就把整个 全台湾的民众 大家扶老稀幼年轻人 通通站出来 高中生大学生通通都来 自己来到立法院外面 都是他们动员的 都不是民进党动员的 对 所以很像我们当年 都会戏称说马英九是台独之父 是社运之父 因为他让大家太生气了 把所有人都召喚上街头 凝聚了大家 然后他一直轻忠让大家很生气 所以大家都萌发了这种 台湾主体意识 那事实上现在 黄国昌 傅昆奇 国民党 你们不是在做一样的事情吗 因为我感受很强烈 我昨天到现场 稍微去外面走一下 水泄不通 然后我就听现场 这是很多很年轻的棉孔 然后他们就 我就听他们很 纯粹的在讲这种 他们对政治理想 说接下来可能要修宪 修宪还要满足什么条件 为什么国民党要这样子 可能他们不怕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现场的 那个公民的水准 非常非常高 他可以跟你讨论 我跟你讲 接下来要怎么样 怎么样之后 他会有什么细节 要几分继续 跟自己侃侃而谈 对 所以他们是整个 我们看到整个世代 又再一次爆发出 这种对公众事务的热情 他们有了这样的热情之后 一定会接下来 要有一个去宣泄 不算说宣泄 去努力 去投入的标的 那现在看起来 罢免立委这件事情 很可能就成为一个战场 所以包含刚刚大家看到了 很多立委 现在仇恨值很高 被点名 但刚刚川哥也有分析 就说这个立委仇恨值 高不高 跟他知名度有关 所以不一定选区越危险 所以就是说选区 不一定蓝绿结构 越危险 越接近 他就越容易被罢免 所以我就觉得立法院里面 有几个蓝绿结构 没有差很多 知名度又很高 仇恨度也蛮高立委 是蛮值得推荐 给朋友参考 我觉得你就是在说叶元氏 叶元氏 叶元氏对 嘴巴不要丘 对不对 欺负我们3Q 再来像我看大安区的罗志强 对不对 头昏值也是很高的 昨天连一场丘益都生气 没有被人打过 像我这区 算我们会说打人就是不对 可是因为罗志强是有意识的 要挑衅他讲一件事情 就是在生医疗法 对 所以当然这是区域立委的部分 我还是想 不好意思 我想回来讲一下黄国昌 因为这事情我感受很深了 你又PTSD来了 是不是 我没有PTSD我是时候组成自救会 我是满腹的 被欺骗感情自救会 好 因为黄国昌最近大家不是说他背叛太坏运动 没有啊 他说我从来没有背叛啊 背叛的从来不是我啊 对 他甚至 我看他有讲到一些啊这个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去警报民进党大腿啦 这些人才是背叛太坏运动 那可能照他这样陈述的语句 可能我也在里面 你就对号入座是不是 那这件事情我感受很深了 我想讲一下是说 因为真的很荒谬是说 大家可能有听过一个老笑话 就是这实在是一个烂笑话了 就是广播里面电台说 现在各位高速公路上面朋友 驾驶国道朋友小心 现在有一辆汽车正在逆向行驶 然后老太太听到就很紧张 然后大姐先生说老板小心啊 他们现在说高速公路上有一个人逆向行驶 你开车要小心啊 先生就说那有一台 整个高速公路都在逆向行驶 这个笑话他听到烂了嘛 那黄国昌的行为 现在是不是就跟这台逆向行驶的 驾驶人很像 所有人都逆向 不是我逆向 错到所有人 黄国昌从他学生时代 参与自治运动 到他担任学者 参与社会运动 到他开始从政 这一路上多少人在他身边 协助他 支持他 给他力量 太阳花运动当年 大家讲到嘛 包含我跟阿淼 我们当年都在街头上 这些战友赖宗强 赖宗强于我 然后多少学生 是不是现在大家都通通站出来 批判他 背叛程序这件事情 他当立委的时候 包含我还有多少人 我们到戏子 国民党那时候罢免他 我们去帮他扫街 帮他挨家爱户的拜票 帮他参与游行 说我们要反罢免 我们要抢救黄国昌 我可不可以跟你对话一下 我是黄国昌 我说我有欠你 你还真的欠 照这个道理 我跟你讲 假如是我就生气 我讲一个人 人民叫什么 叫毛家庆 毛家庆就是当年 要罢免黄国昌发起的人 现在大家去看民众党 办的每一场集会 都请毛家庆来演讲 所以黄国昌 当年大家护着你 要是把你从毛家庆手上救下来 保护黄国昌 现在你跟毛家庆骂金骂 我们都是台湾民众党 然后你去指责这些 过去所有人的战友 大家就叫做他们通通都背叛理念 只有你一个人才正确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 最极度的傲慢 所以大家在讲冲施表 说黄国昌是正义的北极星 我跟他讲黄国昌 自己心里已经把自己当成北极星了 黄国昌就是黄国昌的北极星 他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完全正确 不用跟任何人负责 不用跟任何人交代 所以就算10万人走上街头 在他心里这10万人通通都错的 你们要嘛是被骗 被民进党误导 要嘛是你们背弃理想 这10万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所以在黄国昌心里 大家可以看到多么的傲慢 对不起 再让我讲一下 黄国昌过去他公开对抗的敌人是什么 他定义很多 第一个黄国昌过去讲说 他主张的目标 第一个公开透明 第二个反权贵 有没有 说这些我还记得印象很深 韩国瑜过去说侯友宜大巡管 我要找侯友宜公开辩论拘出正义 韩国瑜的家族涉入侵占国有地 他特别跑去沙石场 然后又拍一个背影照 拍背影这样很帅 又看着沙石场说 这种腐败的政治 一定要彻底的扫荡 对不对 讲韩国瑜家族 第三个过去怎样 说要抗中保台 2014太阳化运动反对服貌 后来说要推反渗透法 代理人法反红媒 为这事情号召大家上街头 黄国昌过去高举这三个理念 公开透明反权贵抗中保台 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公开透明 他把修法讲成最高机密 不让任何人知道 完全跟傅宽奇一起在立法院搞黑箱 这是第一点 他背叛公开透明 第二点反权贵 我们来看黄国昌自己过去讲的话 权贵犯罪果然不一样 在讲谁 傅宽奇嘛 傅宽奇诉罪判刑确定 说要判三年十月 黄国昌讲说这就叫权贵犯罪 竟然现在要申请假释 我警告法务部最好不要假释 这种权贵放出来还有道理吗 但傅宽奇当然后来现在还假释出来 所以傅宽奇就是黄国昌 过去亲自点名认证的权贵 请问黄国昌 为什么你现在在立法院 跟傅宽奇称兄道弟 这种权贵犯罪 过去不是你主张要扫荡干净的吗 今天你又出来帮傅宽奇讲话说 大家不要涉及他过去的个人历史 那跟现在他在立法院当中 你知道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过去主张要打倒权贵的黄国昌 现在变成帮权贵看门 护航权贵的小弟们 这有一个抗中 对不对 这又是最经典的例子 过去黄国昌多么高举他的 对中国要坚定要强硬的理念 他当时代力量当立委的时候 他说别人问他说 你跟民进党拆哪 他说我比民进党更左更独 当小绿 面对中国更强硬 问题是你的好朋友 你的新欢 你的闺蜜 你的老大哥傅宽奇 前阵子是不是带了一整团立委 去中国见王沪宁 去跟共产党眉来眼去 这个时候你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做 你就看着傅宽奇 在台湾跟中国之间去开一条 这样国共间畅通的管道 再来民进党现在要提案 说以后立法院立委 国会改革 立委去中国应该要强化 叫监督机制要报备 黄国昌帮着傅宽奇 帮着国民党把这个提案封杀 所以黄国昌你的新欢傅宽奇 就是你过去对抗敌人 黑箱权贵跟中国绑在一起 红色力量的三合一敌人 你过去要主张打倒三合一敌人 现在变成你的最好的朋友 所以你过去已经 你现在已经成为了 你过去主张要打倒三合一敌人 自己成为了这个魔王 可惜啊可惜啊 另外半边来看 最想要开除 因为没有办法 罢免所以他的标的也不一样 叫做票选最想要 开除党籍的民众党立委 找不到人的是谁 黄国昌就你刚刚 慷慨激昂声明的黄国昌 黄国昌找不到人 不过因为他是不分区立委 所以可能要有人开闸 不过目前看起来 柯文哲的党主席的态度 好像就是要挺到底 因为他说痛苦会过去 美丽会留下 然后罗罗兰讲说我们 过去他也是要求要 急问急答等等的 可是我好奇的是 柯文哲除了追求声量之外 他不在乎这个吗 他不在乎这个吗 你那个好感度 已经破底了 你的反感度 已经 这如果是股市多好 对不对 可是现在显然要把这会吗 还是说只是那个切割的数据还没到 是我常讲民众党现在 他们都奉行一个法则 就柯文哲之前讲的 他不是很常听海涛法师说的话吗 说一切都是业障重 假的 民调 假民调 然后选举最后得票数 做票 然后现场全部都是民进党动员来的 假的 人数人潮也是假的 然后各种缩帖都是假的 假消息 不要去听阿苗直播 不要去看那个谁谁谁 在那边讲这些东西 懒人包都不要看 一切都是假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完全就是奉行这样的法则 那其实我最近 当然你知道说 因为我跟郭尚老师算是有点交情 但我最近 我最近其实上节目都很尴尬 但我都没有 我很熟练 没有很强力的批判他 我想说强力批判就交给吴正就好 那我这边就是做一个提醒 就是说因为其实一方面是很担忧 尤其是对于民众党路线 就像刚刚讲到 现在这个仇恨值堆叠这么高 那毕竟也是自己的劳动家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郭尚老师要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说 这一整部法律到底有没有问题 因为他现在都扣了一个国会改革的帽子 前面他昨天发那个文告诉大家说 这个国会改革是台湾迈向正常国家的一大步 这我们大家都同意 国会改革这四个字大家都同意 问题是你这里面内容是什么 现在大家只要去质疑你的内容 你就反过来贴他标签说你是塔利班 你是反改革 那我觉得这样子民族讨论的风气是正常的吗 比方说什么 官员来立法院不能说谎 这件事情大家都认同 这个我觉得官员不能太过傲慢 这大家也都知道 问题是当立委 你说不能说谎我们可以认同 可是他那个反咨询的定义都没有告诉我们 到底是规范在什么样的范围里面吗 当立委无止境的这样子去挑衅这些官员 我相信这样子的状况未来会越来越多 这个法例下去之后 接下来每一个都跟你这样搞 比方说像之前罗志强这样 把那个NCC主委叫上来 又把他叫下去嘛 就说你给我下去 然后接下来又怎样 比方说像翁晓琳这样 资讯就告诉你说 我现在是上对下 每一个都这样搞 就是要去激怒你嘛 那有些当然有些官员他脾气好 他可能就想说算了算了 我们就是尊重你的这样 我跟你讲啦 脾气再好都佛也有火 但有些官员如果比较有自我意识 他觉得他要捍卫底下 这些公务员的施政 那他稍微强一点表态的时候 就开始跟你 就直接进到刑法的那个法则里面 那谁可以定义 有没有藐视 因为还是你蓝白人数 多是你们定义 现在跟 不是我们 我现在已经不是蓝白了 不好意思 现在他说是吴忠宪要定义 问题是吴忠宪也没有告诉你说 吴忠宪定义不出来 对 他定义不出来 他现在只跟你讲说 这个比方说谁谁谁 突然跟你呛一句 他就是反质询 那这样子的判例 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你要怎么去抓这个标准 现在变成是大家不知道 这个标准在哪里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 就是接下来要问说柯文哲 就是说柯文哲 你这个党的路线 现在被走到这样子的 一个死胡同之后 那你现在又说 你要跟民进党有机会 有空间去合作 那我就问 你到底要合作什么东西 你先讲出来 你不要整天就直接在那边讲说 我们民众党有民众党主体性 我们会挑议题 跟蓝的跟绿的 都有议题可以合作 我现在只看到你跟蓝的合作 而且甚至你连 当天在雇议场的时候 门口就直接在谈 高雄的蓝白盒 就是我们都不知道说 到底你要跟民进党 合作什么东西 先讲出来 比方说第一个 我就三问柯文 第一个 你不是跟蔡英文 吃了牛肉面之后 你的结论是什么 国防预算要达到 所谓的GDP的3%吗 那你下个会期 叫你们加那个要师立委 林义军 虽然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 他在国防外交委员会 你就要提案 提案讨论这件事情 不然的话 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马上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你跟蔡英文的共识 你如果现在可以承诺这件事情 你就马上去做 第二个 傅昆奇提说什么 那些花东三法 那个乾坑法案 那两兆乾坑法案 现在韩国瑜大力支持的情况下 你柯文哲态度是什么 那我讲真的 你也不需要现在就告诉大家 你同意或反对 你让这个法案先回到委员会 这法案现在已经出委员会 其实就跟这个所谓的 这个国会改革法案一样 它的进程非常的快速 那你现在 你只要跟民进党这边 大家达成共识 可以回到委员会讨论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 让这个法案 好好地被检视它的可行性 第三个 国民党接下来提出一些 政治性的法案 比方说什么 松绑反渗透法 你柯文哲的态度是什么 你不能告诉大家说 因为你们家的柯建民 跟我们家黄国昌很不好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你合作这件事情 就因为这样 所以你就要让跟国民党 一起把门户洞开吗 所以我觉得这三文 柯文哲如果能够表态 这三个法案 我才相信 你真的是所谓的 你有你的政党主体性 你可以跟蓝跟绿 这边去做合作 而不是整天在那边包牌 那当柯文哲跟黄国昌 意见相索的时候 要听谁的 这个我现在没有答案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柯文哲想主导这个政党 不要往那个方向偏嘛 可是问题是黄国昌在国会当中 他跟所谓的民进党之间的 仇吻值堆叠越高的情况之下 我常讲这叫做尾巴咬狗嘛 也就是说 你看他现在 就像刚刚讲到 他并不会上台去发言 也没有上台去发表 他的一些论述 他就在他自己直播节目当中 讲给他的这些小草听嘛 那这些小草 现在变成是他们的情绪 也被黄国昌这样激发的 现在到一个高点情况之下 黄国昌就算想要踩煞车 底下这些支持者也会告诉你说 继续冲 往前冲不要停 那这样怎么办 就变成是尾巴咬狗的一个困境 这也是柯文哲常讲的 我补充一下 我认为其实现在 蓝白遇到问题是这样 就是国民党 其实被傅宽奇所全面代表的时候 其实傅宽奇的形象其实并不好 那他全面代表着国民党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他的一定往下走 特别是理性的力量没有起来的时候 所以连那个知识蓝的 大概都跑掉了 所以当这样的状况下 所以你看到很多知识蓝的 国民党知识也出来在骂 甚至很多国民党内的一些立委 比较中性的也看不下去 他就举手一举的异性蓝山的 就几乎是被逼着举手 所以那这个黄国昌的状态才至于 原来他们睡觉是这个样子 对啊 把我举个手 因为很无奈嘛 有些人是很无奈 有些人是 他就觉得这个就是无意 所以那个 那我觉得黄国昌问题出在于 他整个处理的法案上面 仇恨值得高了 甚至于他内部都出现了一些矛盾 我在里面看到 我就看到黄珊珊 有时候也是有点不以为然 他这有时候就离开 黄国昌我觉得有时候已经过头 他作为一个法律的 自己学法律 他难道不知道这些 不确定的概念 对于整个人权的侵害有多严重 每个官员 现在到立法院都会害怕 因为我动不动 即使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动一动就会 所以你看每个部位首长 只要问到他 他说我不怕 那我们就问他说 那你会为你的文官感到害怕 他们就不敢讲了 就说我觉得这件事情 包括人民的部分 我调你来立法院 用调查权调你来 你来 你不能不来 你不来你也不能不提供资料 你也不能这个 所有的这些要求 你都必须要做的时候 你连不讲话都不行 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的时候 人民不会害怕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愤怒感 是这样出来 那如果没有阻止下来的话 后面还出现什么 两兆的复昆期的前坑法案 也会通过 反渗透法也会通过 包括所有的一些 奇怪的法案都会通过 那台湾的国会垮掉了 中华民国台湾就垮掉了 好 其实大家在担心说 国会扩权法案过了之后 会遇到什么事情 还有在法案过之前 居然就已经有人行呛瞎了 我们来看这个是 国民党的立委前检察官 他就讲了 法案修法过之前 这个其实大概前两个礼拜 他就有讲 他说大法官 你们要先爱惜羽毛 他想说大法官其实在十月份 会有一个提名 一波有七个 在这之前 当然你们现在先透过行政院 先复议 那如果就是有各种管道 包括视线也是一个方法 已经视线是一个方法之间 你就看到吴中宪就已经先 跟大法官讲了 你们要爱惜羽毛 请教一下 法官怎么会怕 跟我们说民间企业什么各个的 现在法官 他大法官不会觉得说 那我好像也有一点点恐怖 是不是威脅来 什么叫大法官 可以做到大法官的 基本上都是老师的老师 已经有徒子徒孙了 就是在法律界 已经辈分大到一定程度 他才有可能变成大法官 他不可能说在法律界的辈分很低 只是因为他很杰出 就来当大法官 不可能 因为他接下来要审这些 跟法律有关的这种 大家有争议的时候 他要去解释 那大法官接下来 有七位的这一个同学 那天还有一个人跑出来说 他在国民党的理论说 现在想要当大法官的 都会出来求官 意思是说 那天不是百几个联署吗 这一百多个里面 就是有人想当大法官 赶快跑来联署 有那么傻的吗 有那么傻的吗 你要当大法官不是要客观中立吗 结果这个活动你跑出来联署 你就下课了 你要当大法官 就是任何政党之间的这一个 什么竞争 斗争 什么大家思维的不一样 你都不能选边站 你才能当大法官 如果你的脑袋里头 就是支持哪一个政党 这个业界怎么会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所以会跑出来联署的那些教授 我跟他讲他敢联署 他心想就没想要做大法官了 想要做的应该不出来联署 无所求啦 无所求对 他也没有特别要去强调哪一种 政治性的价值的时候 他就跑出来联署 那就说没有特别求了 那他就是可能闲云也好 那最后被这个总统 有人推荐 然后总统就看完他的简历 有这个提名审议提名小组 这个大家面试口试完就说 那邀请你来当大法官 所以大法官的地位是很崇高 可是各位可以想象 今年要换掉的 就是说要另外提名的 去大法官 进到立法院会发生什么事 进到立法院 像这个许巧新 罗廷伟 廖伟祥 牛许廷 这些人怎么问 我实在很难想象说 像什么牛许廷 罗廷伟 这些人要审查那个大法官的时候 他们到底要讲什么 他们到底要讲什么 就他们有没有那个训练 可以跟大法官对话 我都很怀疑 你现在叫苗伯雅去问问题 问大法官苗伯雅 可能会想说 问题问座应该会被笑 应该还要想好什么样的题目 要做很多功课 要想要问什么样的题目 刘许廷就会问说 大法官你是信哪个宗教的 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有没有跟你的主 有什么心灵对话 我先剧透 徐晓鑫他会拿出 过去这些大法官参与的 民间团体的画面的座谈 比如说什么法律座谈 什么样的座谈 或是拿出他们过去 曾经在这 比如说太阳花的时候 发表一些什么言论的照片 立刻拿出来连连看 把这些审查人全部连到 你们都是民进党 我觉得 我跟你讲 这些一定会搞这一招 大家都等着看 徐晓鑫常用抹律的方式 新的提名 我觉得应该第一次也都不会过来 没这么简单 他们不会拉过的 对 那因为而且这一次通过了 人事同意权里头还要交 交什么 论文 没论文的怎么办 没论文完全不符合资格 因为他叫你要交论文 他叫你要交论文 所以这一题 现在很难解 那个论文是什么意思 是学位论文 还是你曾经发表过的论文 所以这里头又出现另外一个 定义不明的问题 那大法官我判断要过很困难 那你说这大法官 要跑去拜托这些立委吗 这很诡异啊 觉得大法官跑来拜托 赖略隆说 委员你会让我 我审过好几天 没有来拜托过 没有来拜托过的 如果有 那人家跟大法官说 不然你去把徐晓鑫拜托一下 去把牛旗林拜托一下 搞不好有一些真的设事位 我跟你讲拜会之后我也可以剧透 两天还是去拜托大法官 大法官要怎么处理 我外面剧透 他会给你露出 说这没什么出席 大法官还来这边求官 你去拜托 所以他给你这爆料出来 说你这个大法官 然后他们也很说 这个大法官从提名到现在 也都不来我办公室 连建国面 怎样说都可以 连建国面 换个名片 打个招呼握个手 你刚讲的那个是 叶元智的版本 叶元智常常说 这些人可能会回去跟他支持者讲说 你看大法官我们为什么不提名他 我们为什么不通过他 你知道他多嚣张你知道吗 从提名到最后要我们投票 我都没见过他 连打招呼都没有 我不太清楚 国民党那些 刚当选的这些立委 到底懂不懂 大法官在整个法学界的地位 到底在哪里 我们可以进一步看 这个是一个法律白话文的一个粉砖 然后在这个粉砖上面 他试图要跟你解释说 可以怎么样 我觉得从中间我看到一个 我觉得应该要请一些律师 或者是法界的朋友 再去钻研一下 看有什么是民众可以自保的方式 或者是官员可以自保的方式 因为比方 他说我可不可以拒绝提供证言呢 这个是调查委员会 或者是调查专案小组的 这一个路径的话 他的法律定是有漏的 有漏洞的 没有明确的强制出席规定 如果你去了之后 你可不可以拒绝 主席同意才可以拒绝 所以我势必一定是走这个路线 我就不要去就好 我去之后 我如果不想要回应的话 我还要主席同意 所以我们是不是每一个旁 把我们吹一个 民众往哪边去 可以进一步自保 昨天我们讨论到一件事情 来 阿淼我请教 他的法律 我们的法律要件是这样 除了你要明确定义说 什么叫做反咨询的内容细节之外 包括 有没有写新台币是有差的 你如果没有写新台币的话 那请问一下 他那个钱要怎么定义 因为法律要件当中 有一个叫银元 银元就是三杯去条 对吧 这是一个超级冷知识 因为以前 没有人在用银元 以前我们原的单位叫银元 因为中华民国很伟大的历史 113年到现在 一开始是银元 后来到台湾之后改制叫新台币 那个时候因为电脑还不发达 所以没有把所有法律一条条找出来修法 当时就直接立了一个新法 就说以后在立新的法的时候 要写新台币 多少多少元 这才代表新台币 如果说以后立法或是以前的旧法 前面没有写新台币 只写多少元 那那是银元 那银元跟新台币的汇率如何呢 1比3 汇率 因为现在没有银元了 所以汇率是固定 1比3 就是说如果你在法律上看到 前面没有写新台币 后面只有写元 比如说10万元 那实际上就是新台币30万 是这个意思 那立法院昨天删读了条文 我现在拿在手上 很好笑 有很多条提到罚还 前面都有乖乖加上新台币 对 因为这在立法院叫常识 虽然是冷知识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立法委员 你要有这个常识 你写的法条 如果有牵涉到钱的 一定要前面加上新台币 而且那个台 最好还是写笔画 比较多的那个台 那但是在我们康乃尔法学博士 在投票前一天才订稿 当天早上才提出来的 这个最高机密里面 接下来 在这个最高机密里面的 第25条 他怎么样写呢 第25条写说 如果说你有反质询 或者是说你有引力 虚为不实藐视国会 处被质询人 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罚还 糟糕了 因为没有写新台币 所以现在这一条 实际上的罚还呢 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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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变三倍了 这个特别重 这真的有害 因为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你看 在这个他们要闯关过程里面 吴宗献不是给人家开国际记者会吗 吴宗献在上面讲了很多搞笑的 我还以为终意天王才会搞笑 他很厉害啊 他说反质询定义 等我们立法程序完成 再整理给大家看 那讲说罚10万很轻啦 没有啊 官一年很轻啦 你现在定的这个条文里面 已经出现了 所谓的反质询 不是说罚20万而已 有可能罚60万啦 官员一年的薪水 可能被你罚完啦 所以我是觉得 这部法律 虽然是叫做博士立法 但是品质上基本是草包的 因为昨天国民党要删毒的时候 不是还临时提出一张提案 说里面有漏字 对 来 送你这张 这一定要给大家看 我刚刚说草包品质 不是我随便乱讲它 这已经删毒了 删毒的时候他们发现 糟糕了 你看第59条之五 新台币1万以上 他没有写原 漏掉原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处分书送答之日 他少写一个书 这写的处分 处分本身没办法送答 处分书才能够送答 所以你看这个肉 跟你讲 这个肉还算是勉强 因为三读可以做改错字 三读可以改错字 但是三读不能改内容 最草包的是什么 他们又提了一个 说要把文件资料或物件 改成文件资料及档案 看了吓一跳 物件改档案 这不是改错字 这已经超越了立法院 职权行司法所规定 三读可以改错字的规定 下面有两位 好厉害 这个傅昆琴侯孟凯 签名说提案要改这个 我就请教一下 立法品质这么粗糙 出了那么多错 是在赶什么时间 为什么要这么急呢 对啊 他如果有一些公务员或是什么 助理国会法案助理 看过 我补充一下 阿美娅刚刚讲这个 这个当时的时候 他最后删毒了 因为他们链压得很高兴 所以最后他们发现自己有错了 念念本来就想要直接过去删毒了 就我们就念完突然发现 为什么手上都没有资料 黑箱 就是说现在最大的立法院问题 就是连立委要审的东西 立委都看不到书面资料 你要怎么审 听他很快的念过去 我们就高求说 等一下书面资料发过来 就一发下来以后 一看到发现 这几个错误 就就是刚刚讲到 这三个第三个最夸张 物件跟档案完全是改变 三读只能修标点符号 文字上绝对不能够做实质内容的更动 结果我们就强烈的抗议之后 昨晚来知道 昨晚来老立法院则 他就说他跟院长讲 后来撤回 这些全部撤回 当作没这回事 就可以开放已经跪了跪 既然是违反意识规议者 为什么要给他提进来 所以 所以就是说立法案有些东西 黑箱跟乱搞就是这样子 包括很多的表决 像刚刚提到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喊 那个没有表决不是民主 因为你的记名表决都没有进行 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错误 本来可以不用发生的 他如果在委员会里面 有好好讨论 委员中心主要好好讨论的话 就不会发现这样的错误 那靖言 你如果好好讨论 好好审法条的话 就不会出这个包了 不会到三读之后还发现 怎么物件我们要改档案 然后是处分 不是处分 是处分数不是处分 然后是一万元不是一万 这种东西 你们是怎样不可以好好讨论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这个大家现在在讲说 这个有点像拼装车 因为里面的法条 不是全部都依照过 你也觉得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提案通过 他们也拉了几个民进党的提案 说我给你贵 包含民进党 依照民进党提案的修正通过的 我记得好像有超过20条 所以说难免 然后这个可能检视文字的时候 民进党提案的20条 应该说民进党的案子 全部被丢包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所以民进党只好提出修正动议 所以那个修正动议提出来做 那跟国民党 国民党就把自己的案撤掉 因为他要营造出 就是说你看我有用你民进党的案子 事实上那些都是很多都不予真定 就是都不动 就是原线型条文而已 昨天他讲的什么表决很无聊 那全部都是不予真定 为什么民进党用每一条要表决 就是要抗议 就是要抗议 我要把时间撑过去 对 我要撑过去 因为你不尊重讨论这个程序 我们就不让你轻易的通过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 在这个修正文字的时候 没有那么仔细 没有那么用心的看 所以说才发现这些问题 但讲真的这 晚上都postposting出来嘛 会让大家觉得有点好笑嘛 因为讲真的 这是国会改革法案 我们讲的郑天祥 讲的这么重要 那你在这些修正的过程中 连这些文字的细节 虽然三读会本来就会处理这一些 但是你在事前都没有这个仔细的 去针对里面的这些细节 去做注意 去做调整的话 不免会让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真的就乳外界所在攻击 随便拼装等等这一些 这是一个嘛 那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常理来看 就是当一个议题 可以这个炒 或者是稍超过一个礼拜的时候 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之前徐晓星他家里面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这样子讲嘛 现在还是一样嘛 更何况这个是国会改革 反正其实早在 这个2月1号 我们选出这个新的国会 包含说我们还这个遗师 有没有到花莲去 然后做这个立法委员当团 有没有这个遗师到花莲 然后去开会 然后去受训等等这一些的 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提了嘛 就是说希望能够先通过的 应该是民生经济的法案 我的看法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你提出来 对于国民党党团来说 新的党团嘛 一直讲说这一届的 很多年轻立委当选 对于国民党的形象 应该是好事 今天都歪掉了 对我们如果提出来 这是好事 而且如果我们提出来 第一 这个是一个 第二 赖清德政府会反对吗 他们如果反对 对他们来说也不好 那第三 我们还可以顺便丢包民众党 因为民众党就是企图在这里面 你看今天 柯文哲跟红桌上 你看这个以巴党摆 好像跟国民党合作 没有他们的事 好像是完全 对啊 好像他们巴西 然后吸到国民党 都是我的功劳 所以说民众党就是企图 透过这样子 然后再延续 再让自己有办法 机会继续喘息 那所以我们要是 先提民生经济法案 如果国民党跟民进党 有共事的话 反而变成国民党跟民进党合作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 罢免业元之可行性是什么 因为徐晓星 我们如果一直play他讲的那个话 你就会知道说杀伤力有多强 你罢免我一个 我就罢免你五个 你罢免我五个 我就罢免你十个 对我觉得 一样啦 这个嘴巴不要那么糗 过去包含这个王浩宇 跟这个3Q 虽然3Q常跟他同台 嘴巴确实比较糗一点 所以这个就很容易被这个罢免 那这个王浩宇 大家应该比较有共事 但是这个我觉得晓星可能 虽然他的选区 结构上面 对他来说 他可能会觉得说 我讲这个话没差 这个就是死到有不死频道 对不对 可能会被波及到的 叶元智就算了 我觉得最无奈的 应该是这个叫图全集 因为在这件事情之前 可能还没有人 没几个人认识他 没有很多人认识他 原来他是可行性的第一名 对结果昨天在现场 那个贴贴纸 贴的很满的 其实他也不少 为什么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说 图全集不认识 可能他比较容易 好就给他贴下去 可能就这样 所以小新那边继续讲这个 我觉得可能图全集 跟叶元智会说 拜托兄弟 拜托这个话少讲一点 不然到时候 可能被罢免的会是他们 尤其是谢国良在这一波他 想好啊 那我们现在第一个宣泄的点 就是从基隆开始 但是虽然是讲党内的罢免 可是我觉得整个 对国民党来说 最倒霉跟最赚到的 应该是民众党 因为对民众党来说 来啊罢免我啊 你们罢免不了 罢免不了对 所以说民众党还可以 柯文哉还可以出来发文 讲说你看 我们终于推了国会改革 黄国昌还发了一篇新声闻 讲他过去 为什么跟民进党合作等等这些 就是因为说要国会改革还是什么 他现在终于完成这样子的目标 你看黄国昌永远都是站在会云的那边 但是因为刚刚讲冷知识 对不对 我觉得今天柯玉安 有一个冷知识很重要 对国昌老师如果说 要做所谓的司法改革 最该改革就是像吴忠宪 这种检察官 吴忠宪 大家会以为他是什么 终于节目主持人 不是 他以前是检察官 他后来到了新北市政府 变成侯家军 侯友一个空战大将 为什么 因为以前当检察官的时候 就很喜欢跟媒体配合 他办过最经典的案件 大家都知道就是妈妈嘴命案 妈妈嘴命案 但是大家会以为是 吴忠宪是抓到真凶谢一涵的那个人 其实不是 他一开始也是诬陷 妈妈嘴的老板吕炳宏 共犯结构之一 吕炳宏自己在这个Podcast上面 自己讲的 他说什么 他说吕炳宏我告诉你 就是吕炳宏自己说 他说他知道说 办他那个检察官叫吴忠宪 因为那名字跟吴忠宪 印象很深刻 对 印象很深刻 他说什么 吕炳宏我告诉你 最要讲实话 你老婆说你杀人 你要知道说一开始 大家指控 吕炳宏杀人的 那个人是谢一涵 不是他老婆 代表说什么 吴忠宪当时办案的时候 用了一个 等于说根本不存在的一个 道听途说的来套他的话 所以后来发生的事情 大家也知道 就检调跟所谓的媒体配合 然后把这个吕炳宏上号出来 给媒体这样拍摄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吕炳宏涉嫌重大 然后最后再 那就变成是检察官带风向杀人 真生杀人 当时配合眼罪凶的那一家 媒体已经被撤照了 对 后来搜证才发现说 谢一涵涉嫌重大 然后才还这个吕炳宏清白 所以你从吴忠宪当年 在当检察官这样子的手段来看的话 他现在会立这种法 其实也不意外 因为对他来讲 真相是什么不重要 我只要有这样子 媒体的素材就好了 我只要立这个法 让大家去讨论说 这个反质群是什么 未来任何官员 只要踩到这条红线 就罚钱先罚 反正接下来你还可以去 这个吴忠宪自己讲 你还可以去做这个行政救济 对不对 我不是不让你行政救济 那你不是让我官司产生吗 对嘛 然后你看他现在又直接挑战 这个大法官的权威性 直接叫大法官要爱惜羽 到底现在是立法委员 还是检察官 所以我自己觉得是说 真的应该被司法改革的对象 就是吴忠宪这种检察官 对 所以我们国会要改革 应该是先从委员开始 希望委员 你自己立委的职权 你要怎么样行为 越改越好 怎么会是先去改掉别人 李委員你可以想象 这是一件我觉得很调诡的情势 没了电子报他的民调 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 民众党不是调分吗 调得非常严重 来来回回家总 起码就是2 30% 但是柯文哲出来收割 知识不提国民党 旺哥讲说这是桂冠 我觉得比较像地雷 怎么潜到地雷还当做宝 那黄国昌他是躲在直播的后面 躲在文字后面 他说我可是没有背弃改革 自我感觉良好 没关系 黄国昌你敢不敢 跟反对你的这一些 超过100位的法律协者 来场世纪辩论 你真的敢不敢 我觉得不敢 因为他目前为止 王毅川 沈柏阳 苗柏阳 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出来辩论 对 所以经过他的行为 模式推演就是笑你不敢 那么大家要晓得的是 民主往前走的是非常慢 但是如果要破坏的话 这就是一瞬间的事情而已 扩权法案过了 后续公民还有拨乱反正的 罢免运动才正要风起云涌 每天同一时间锁定心台加油 我们再会